第14季SBL超级篮球联赛 彰化场次 4日在彰化县力体育馆火热开打 中华民国篮球协会 特别邀请张华县长魏明鼓 担任开球嘉宾 魏县长感谢中华篮球协会 对中部球迷的爱护 也期望各队都能够赢得好成绩 很高兴SBL这个联赛 能够选定我们张华县力体育场 作为中部的主战场 对我们提升篮球运动的风气 帮助不少 也可以提升我们张华县运动的风气 那我们张华县政府积极 用运动来爱台湾爱张华 所以我们各种运动的赛事 我们支持不予力 那我们明年也争取到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大会 在我们张华县来举办 欢迎我们全国的乡亲 还有我们张华县的县民 在这个SBL联赛这段期间 大家一起来限力体育场来观赏 这个职业篮球的比赛 那明年我们全中印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观赏 张华体育馆是SBL 今年在中部地区安排的唯一赛程 对于智力推广篮球运动 以及一心想带给县民 更高层次篮球饗宴的张华县 可说是意义非凡 接下来张华厂次 还有12月9日至11日连续三天 欢迎球迷朋友以及张华相亲 利用中国假期到张华县力体育馆 感受SBL超级篮球联赛的魅力 公益频道许为珍 张华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